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音乐叫跑SUV 不仅可以边开车边K歌 还配12喇叭含低音炮 这不是奔驰机LA宣传的标语吗 什么 才6万元 是真的吗 一定是我今天还没睡醒 在做梦呢 不 你没有做梦 这款是仲泰的兄弟品牌 君马最新推出的准备5月上市的MIT3 这已经是君马推出的第二款新车了 君马的发展如此迅猛 来日必定在汽车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MIT3的外形轮廓 全车的线条设计 中控按键 以及一体式座椅 仪表盘设计类型 悬平位置都和奔驰相似度极高 可以称得上是伪奔驰了 但从价格上来说 是不能和奔驰相比的 不过这款车也有它自己的特色 内饰上有传统和液晶高配两种模式仪表 中控比奔驰做的更加豪华奢侈 座椅虽采用贴背式 可实际上就差远了 导航 行车记录仪 倒车全景影像等等 这些必备设置就设置的比较普通了 外形上采用梯字形中网 夺着眼球的日间行车灯 装有透镜的大灯 镀隔的侧身 双排小排的车尾 动力方面 选择的是1.5T涡轮增压动力 和CVT波箱 马力最高可达150 这代表此款车好友也厉害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宣传语上面的音乐轿跑 MIT3配备了无线麦克风 变氛围灯以及低音炮 再有扬声器 这让车主们可以打开车窗天窗 享受大自然和音乐的美 这款车的优势也很独特 再加上价格更低的宣传标语 吸引顾客眼球 对于一些经济不慎的车主们 真可谓是不小的诱惑呢 5-5-6-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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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